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很多人其实很怕死 最大的原因可能是 替代死后到底去了哪里 或者世界到底是怎样的 如果知道的的话 我们会不会没那么害怕 梁道長,其實對於死後的世界,道教是怎樣看的呢? 你說得很對,人所以貪生怕死就是這樣 他都不知道死後是怎樣 其實我們很清楚在道教的信仰裏 一個人完結了生命時,只有兩條路走 要是上天,為烈先斑 要做好事多才行 當然,要有很大的條件 做好多善事,有益於社會,有益於國家民族 要不就下地府,地府就是陰間 要不上天,要不下地 陰間是否一個不好的環境或受罰的地方呢? 如果說到上和佛 人死後,上就是上天 陰間就是受罰的地方 有十層的地府,有九丘的地獄 在那裏判決一下,生前有沒有做壞事 有沒有做好大的罪孽 如果下了地獄的話,以後也會在那裏? 其實這樣,信仰是很慈悲的 道教的先真都是很慈悲的 所以人未死之前,他盡量來教化世人 讓他死後不要下地獄 但人是榮萬不靈 總是因權慾 來做好多不好的事 他落到地府受罰 自然因他做甚麼事 就罰他些甚麼 但信仰那麼慈悲 神仙那麼慈悲 總是給回一個機會 當他被懲罰之後 總是看他有沒有明白錯失和悔改 然後他的後人 為了他的先親 做出一些補救 正所謂 做很多善事 或者在信仰裏面 在一些重要的時節 為他的先人去贖罪 他會懲悔 他便有機會上來 祖師的慈悲 便會再給予人間 再重新做人 即是我們所說的所謂的輪迴呢 是嗎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我們後人 可以幫先人做到甚麼 令他們乖 做善事 我們在理念裏面 便要涉及到成父的責任 一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 負上責任 而這個責任 不單是自己要面對 在經讚裏面 還涉及到前一代的七代 所以我們一定要為自己做一些事 所以後人會為自己的先親祖先 來做很多懺悔 每逢一些忌神的日子 或者在四時八節裏面超渡的日子 就是為他聽經 或者為他添香 點燈 做一些懺悔 這些是後人要做的事 看來我們每做一件事 不單是自己負責任 原來對上下幾代的影響也很大 所以每個人自己做的事 都要小心謹慎 在這裏先謝謝梁道長 接下來我們去看看不同的棺材款式 當人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無論是選擇火葬還是土葬 我們都需要幫他挑選一副棺木 但是棺木有這麼多種 又中式又西式 究竟應該怎樣去選擇一副棺木呢 香港的地方細小 一般香港人都會選擇用火化的 火化的時候 通常都會選擇用西式棺木 因為西式棺木 它會用一些比較薄的甲板 可以令到火化的過程 進行得比較順利一些 至於西式棺木 大致上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種就是鑽石型的棺木 第二種就是日字型的棺木 第三種就是高蓋梳化式的棺木 第三種高蓋梳化式的棺木 第三種高蓋梳化式的棺木 除了可以用來火葬之外 同時也可以進行土葬 無論是哪種西式棺木 大家都會在棺木旁邊看到一些手抽 又分為四屋抽 四屋抽的意思就是 有四個扶手 就可以給四位親友來扶寧 還有六屋抽 就可以給六位親友扶寧 另外還有一種叫長抽 最多可以給八位親友扶寧 無論是西式或中式棺木 大家都會在棺木裏 鋪上了一些布料 這些布料分為寧布和卷布 寧布的價錢會比較貴一些 而卷布的價錢會比較低一些 無論是寧布或卷布 都會有白色、黃色和紅色 有三種顏色 不同的顏色都代表著不同的意思 先說一下紅色 傳統的中國人 就會覺得紅色是一種吉利的意思 所以紅色這一種布 只要是六十歲以上的仙人 才可以用 代表著長壽的意思 黃色是可以很多不同年紀的人 都可以用的 黃色是代表著一份溫暖 即是家人送給仙人 最後的一份溫暖 白色是會給一些六十歲以下的仙人 用的 由於全屋中間 覺得六十歲以下 就是美國的甲子 屬於英年祖世 所以就會用上白色 除了西式高蓋梳化型的棺木 可以用來土壯之外 一般我們都會用中式棺木 來用土壯 因為中式的棺木 它的木身就會比較厚 而在香港法例裏面 鮮人的遺體 最少要埋葬在地下下面 最少要有五年的時間 所以厚身一點的木 就可以避免棺木會腐爛 而泥土就會弄傷到鮮人的遺體 棺木的種類有很多種 不論你選的是中式還是西式 又或者用的是甲板 又或者骨板 價錢貴又或者價錢便宜都好 其實最終都是想表達 對先人的一份敬意和孝心 當然如果我們有錢去選一副貴的棺木 給先人當然是好 但我們的孝心絕對是不可以 因應一副棺木的價錢來衡量 道教也有說過 當先人離開我們的時候 在陽間的人應該要做好自己 以及行善職德 這樣才是對先人的一份孝心 剛才在片段中看到原來棺材 都有分土壯還是火壯用 上一集我們跟大家講過火壯的程序 今次我們又請到陳福智之心社工 跟我們講一下如果在香港 我們想土壯的時候應該怎樣做 Lyerson 其實土壯有沒有地方選擇 現在香港所用到的土壯地 就是越來越少 最多是增加粉麗的鑼合石 和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 和柴灣的華人永遠墳場 都可以給公開任何人去申請借用 如果只有地方那麼少 會不會要排隊很久呢 都有樣好 因為選擇土壯的人少 所以申請來講 都比火壯相反快 四五天都可以申請到一個土壯地 但其實為什麼會少人選土壯呢 我想主要的原因 就是香港現在已經沒有永久的草莊地 不是埋葬多久 以後都不用拿出來 不是的了 就是以前 新買仔 陳蜜祥 王家區 撞了下去就有了 但已經永久的地已經用完了 所以如果將軍澳柴灣 要從租用的地 都應該用十年 費用大約要兩萬一 如果和合術就比較正正苦地 就租七年到四千多元 相對來說又不算很貴 都不是很貴 但只不過也挺麻煩的 因為十年長七年之後 你又要起一副棺材回來 骨頭又要再燒回去 要火化骨灰才可以再有地方放 始終到最後都是火化的 可以不火化的 你不火化 就將骨頭起了之後 要放了骨直箱 還可以放一些櫃桶 在將軍澳有些位置 一層層的 可以放骨頭的 那也是要再申請牌照的 再申請牌照的 但現在香港來說 現在很多人想要放永久地 都要回到國內 在珠海、惠州和深圳 都有些永久地被香港人放上去 多不多人這樣選擇 都幾多 因為我部份老人家都說 怕火化 但我們十個之中 有一兩個都會選擇 回到鄉下土葬 但如果我在香港 自己家裡都可以有地 但就不是剛才你所說 那三個土葬的地方 可不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土葬 都不可以 除非新界原居民 或鄧氏 有些祖先的位置 即是圍村 圍村那些 就可以批准 否則 你隨便去買一塊地 我們是商業用途 住宅用途 現在沒有先人住宅用途 只可以讓生人住 不可以讓死人住 不可以自己住 選擇土葬的人 是不是很講求風水 你覺得 我想都不是很講習 最重要是他們 都是尊重先人 先人怕火 會忌火 這樣來說 他們都不想燒 才會選擇土葬 似乎土葬的程序 還比火葬更複雜 因為在之後幾年 還要再處理 所以其實火葬和土葬 大家怎樣選擇 都要因應自己的需要 但是從道教角度來說 其實都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去到死後 其實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大家只要盡心對先人 有孝順的心 已經可以了 在終身Siri裡面 我們以後幾集 也會跟大家再認清 善中其他方面的問題 到時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